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5.5% 我想在座几位嘉宾都很清楚 大家越来越不相信了 今天中国经济能够达到5.5%的这样一个成长目标 刚才何彬在上一个题目里面也提到了疫情 还有战争跟制裁是影响美国经济重要因素之一 要么导播联系一下冯先生 他现在掉线了 上来不了 所以请我们导播处理一下 请导播跟盛平先生联络一下 不过接下来谈到中国经济 现在也是碰到所谓的疫情的问题 这个疫情 不过看起来习近平宁可 是不是宁可经济上的损失 社会上的一些不满 能够抵得过到他所谓的要要求的政治稳定性 这是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 那中国经济这样的持续下滑下去之后 到底怎么样回升呢 彭东你有什么看法 你现在看看中国经济现在也是受到疫情影响 俄乌战争也有影响 美国西方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 年代的对中国好像似乎有影响 是不是这样的 对 当然 美国和欧洲对俄国的制裁 当然影响了中国经济 因为至少影响到中国企业跟俄国有关系的企业 他们的经济 他们的跟那个什么 之间的关系都受到影响 还有一个 还就是那个什么 在金融方面 跟俄国有前年的话 你还会受到制裁 这是当然对中国来说 这是个威胁 至于到现在为止对中国有多少经济损失 还不知道 我们没看到数据 再一个就是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那个防疫政策 他当然是宁愿牺牲那个经济 但是就是要为这个清零政策 这个什么梳理标别一个招牌 把这个招牌不能打 打了的话 他的那个什么 经济指货 经济部署的这个政策就失败了 他是不能接受的 这是一个就是我们看得出来 但是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说这个疫情通过清零的方式 你不能控制 而且根本就不变通 刚才我们谈的变通 他可能会在 他聪明点会这么做 如果你不变通 然后这个由于时间多长 又不能控制 经济又不能恢复 就长期停滞的话 那当然中国经济不可能有好的前进了 特别是到今年 今年之内就说20大之前 像个人就是一个不是 很可能是萧条 甚至副政长可能是 但是这一点我想 中国那些经济学家也好 那些智囊们 他们应该看得清楚 至于是说民运企业的这些人 已经没有话语权了 也就是说在朝的智囊们 那些什么 也就是那个什么 这个什么 斯大夫们 这些人他们怎么看 就是是不是跟习近平一起 什么的 绑在一起走 如果这么一起走下去的话 它确实 中国经济是不可能有前进的 而且现在已经在牺牲中国经济 但是习近平当他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住疫情 然后能让那个经济损失 或者说短期的经济损失 来保证这个疫情的控制 但他能不能做到 能不能做到这一步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共识另外一个对象 传播快乐 刚才我们就谈到传播快乐 死亡率低 中正低 你是不是有这个必要 但是他也不愿意 他就不能改变这个政策 这是一个他的起伍南下的一个境地 所以说中国经济的 如果他不改变 如果这个心理政策不改变的话 而且这个疫情又控制不了的话 那个中国经济绝对不会有好的前进 现在我们看 这个疫情 这个什么 我们当希望了呀 如果说突然一下这个疫情 自动的就消失了 或者说那是幻想 那个就被控制住了 那是OK 中国经济还有钱 至少今年还有希望回复 回转 但是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 除非他这个心理政策在短期内起效果了 控制住了 疫情不会再扩散了 但是刚才我们谈的一些问题 一个是疫苗接种的疫苗率很低 再一个就是疫苗本身效果又低 在这种两种情况下的话 你要控制住 通过清零的方式来控制住 我们的控制是不可能的事情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怎么办 要么你就放弃这个清零政策 走变通的方式 然后逐渐的恢复经济 然后至少让 尽管经济也受了很大的 这个什么磋伤 但是至少不会让经济 走到谷底上去 出处底去了 出处也没有回转的余地了 至少我想的话 绝对要看这个中国 要看习近平中央他们 对这个疫情的处理怎么来对断 是不是也找到一条比较编通的方式 嘴巴上可以 但是行动上你的理性一点 理性的话 考虑实际实际需求 而不是 不管这么喊 而且这么做 我觉得那就是一条道路 不会有好的选举 是不是彭德好像对中国经济 经济回升了 好像不太看好 现在也不少的财经智库 也下调了中国经济成长力 可能5.5%这个目标达不到 你的看法怎么样 如果不改变现在这个清零政策的话 我觉得肯定达不到 可能会非常低 其实中国经济要发展的话 就几个事情做 第一就善待资本 第二的约束权利 第三就是理顺跟美国的关系 这话说起来很容易 做很难 善待资本相对来说还容易一点 因为对资本已经略的差不多了 现在其实开始在转头了 但是约束权利这一点非常难 权利你怎么去约束它 现在中国没有一个制度 本来我一直希望 就用资本的力量可以来约束一下权利 但资本现在打的就是都找不到北了 它很难起到这个作用 但未来我想起它还是会出来 权利现在看来就只有靠到自身约束 自身约束就是一种危机感 就这样下去不行 不可以这样搞下去 我们也知道权利的它的特征就是它的韧性 或者它的死穴就是它的韧性 但资本就是贪婪 这都是它与生俱来的毛病 这些毛病要自我克服 几乎是不可能 只有靠别人来帮你克服 就你自己要意识到你自己去管自己 就像提着头发把自己伸天一样的 非常难做 就我记得很早以前 应该是王岐山的朋友说过 就是共产党自己约束自己 这有点像医生给自己开刀一样的 他做过这么一个比喻 就非常难 但是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 这个是他必须做到的 第三就是李盛跟美国的关系 这个相对很容易 其实刚刚和篇讲到取消大外宣 对吧 但是我觉得我要更希望的美国这方面 就取消美国之音 就这些敌对的宣传只有制造仇恨 制造很多就是误解误判 没有真正的意义 双方都花了大量的钱做这种事 就你这样民间自己去交 你让那些企业家们自己去做生意 他们自己会知道好坏 在那坏的地方呢 他们就不会继续往下走下去 因为你骗我 你能骗一次不能骗十次 我就不跟你在这样玩了 但是国家力量 渗透到这些问题里面来 都不是好事情 但从长远看呢 我觉得中美脱钩也好 就是中美经济互相摧毁 这概率还是很小 就只要美国还是个资本主义国家 只要中国不回归共产主义 脱钩就不可能 只是在一些高科技方面 一些敏感部门 他事实会有些冲突 会有脱钩 从长远来说 中美经济是绝对是互补的 就中国有的东西 恰恰是美国没有的东西 反过来一样 包括美国现在要重建美国 其实最好的重建美国的力量 就是中国的基建力量 而中国要发展高科技呢 他最好的老师就是美国 现在是因为两个国家的敌对 都觉得互相要把 别人怎么样了 所以就在那儿拼命卡对方的脖子 卡到最后 伤害的都是自己 刚刚因为我在断线了就是 这一下没有上来 所以前面也没听到 然后就讲那点 OK 虎平刚才社民提到了一点就是说 要让中国经济回升 中美关系是很重要的一环 你看得到任何曙光吗 我短期内看不到这个曙光 现在中国的经济问题 疫情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而在习近平这种动态清零的政策之下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危害还会持续 另一个因素呢 那当然也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 他采取了种种措施 就是确实严厉的打击了民营企业 打击了市场经济的那种自主性 这也是中国给经济造成极大的危害 只不过呢 因为中国的经济体量大 过去好几年 他已经熄火了 他是靠惯性在运动 所以看起来还走的还不慢 他实际上是在靠惯性 他原来中国有的那种强大的那种驱动力 很多因素就已经消失 这都和习近平的政策有关系 刚才冯先生也谈到嘛 你现在对资本这个态度 那怎么怎么好得了 另外对官员也一样啊 现在官员他那个心里 都知道政治标准第一啊 就是是不是终于拥护核心 这是最重要的呀 相反你在其他方面搞得好不好 包括你经济那都不重要 那很多垮台的人 你经济上搞得比较好 照样垮台 反过来你经济上搞得不好的 只要你政治上是比较忠心的 那对你就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你看那官员他也不想 而你搞别的事 那就是动辄犯揪 你就很可能会出问题 你在别人不怎么干事 那就政治上来个高姿态 反而是比较晚稳妥的 你可以想一想 那过去在江湖时代 我们看到还出了一些官员 有的高一点有的低一点 有的是封疆大力级别的 有的是低级别的 但是真有他的特色 其实当时已经政治上限制很多了 主要在经济上有些特色 搞得就是至少在那个地方搞得风生水起 好像经济上还颇有起色 那现在你看在习近平时代 你看不出有任何在这方面有个性 有特色的官员的一个都没有了 原来有的全都给打倒了 那所以现在官员 而在中国这种经济体制之下 官员对搞经济有没有积极性 对整个经济发展还是有相当重要性的 你看官员整个我相信他们在什么 积极性和江湖时代是不能相比的 民营企业加民营企业那就不用说了 所以这个你就在这个 这是个和你疫情关系不大的 但这个影响也是非常长远的 当然中国经济也不会太坏 因为中国老百姓到现在为止 还有那么一股保留了那么一股 要拼经济的尽头 这点我觉得还是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看到华人在全世界的华人 各个地方的华人 他们的经济状态一般都比其他的移民 甚至比当地的一些主体民族的那些境状 都还要好一点 那就是华人整个来说他是比较勤快 比较愿意这个致富的冲动是比较强 而中国呢由于你这个毛时代的那种严厉的境遇 对物质享受那也是一律打压 物极必反 结果使中国造成非常强大的拼经济的冲动 那过去台湾也有过 你看那台湾这比大陆就是很有趣的嘛 就在前一年我看过一个大陆人在台湾去念书 研究研究生吧 还有一个台湾人到大陆工作 他们分别都写下了他们对当地的感受 还有意思就是大陆在台湾那个人呢 就觉得台湾人生活的节奏一个就是慢 慢条思理的 大陆人都忙得急匆匆的都慢 也不急得要这样那样 当家长的除了其个别之外 也不急得把自己孩子送的名校 就在附近学校就上了行了对不对 很少会一定要拼名校要这样那样的 当个教授的也不想说我非得买个车 要不然谁看得起啊 教授连车都没有 还骑个摩托 那像什么样子啊 他好像都不在乎 而相反大陆 大陆就不一样啊 同样那个台湾到大陆的人 他也感觉也不一样 他说大陆人那镜头那镜头之足 那跟台湾人简直不一样啊 因为这也是后来讲的了 后来到了本世纪才讲的 才有这种差距的 那台湾不就流行什么小确幸了嘛 对不对啊 过去80年代70年代 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时候台湾人也拼得很 到处就全世界到处接订单 什么事来得快得很也是那样子 但他们那镜头就早下去了 到后来就成了小确幸了 小确幸的前一辈都还是比较拼的 到后来就不在乎了 现在大陆也在慢慢出现这个小确幸了 大陆把那叫小确幸啊 什么躺平一族 其实人数比较有限 那多少表面这个就不太追求那些东西了 你一定要制个富裕 一定要这个出人头地啊等等 不那么难的 但中国毕竟体狼大那么多人的 到现在为止 相比之下在世界各国中 中国老百姓的那种拼经济 想致富的那种冲动 那种互相的攀比 觉得唯恐落于人后 那种尽头我想还是世界上名列前茅的 所以他有这么个东西在 那经济就坏不到哪去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国家 他经济政策制度是一样的嘛 因为有的国家就富 有的国家就穷 因为你说到得自由经济 那不是你是自由吗 你可以拼命干 你可以拼命不干呢 你可以偷懒的 如果遇到一群人 他们就是愿意过着很舒适的生活 不追求那些物质上的富裕 你有个自由制度 有个市场经济 他也不会富到哪去嘛 对不对 那你中国体制 它的坏的体制 它能够使本来可以富的民族 国家富不起来 但是一个好的体制 对于那个老百姓人家那不想富 那你也没有回天之地 那么现在我就说整个人来说 中国老百姓这种致富的冲动 这种能量比前年已经有所降低 但是相比之下仍然是实际上最强的 有这么一种冲劲而在 现在现行的制度呢 不管有多少毛病 毕竟不像毛时代 毛时代使得压制人们 这不准人们有制作 那些毕竟开了有绿灯的 尽管有现在当局习近平很多做法 对这些不利 那么毕竟还有那个能量还在 所以中国经济呢 也也不到坏到哪去 你看我们在美国你都可以比较嘛 那今天中国人一般人他那种 要求改善自己的物质处境 物质处境追求致富的冲动 比美国人平均来说 比美国人真是还强嘛 对吧 所以他有这么一个大的差距在里头 你说你能坏到哪去呢 所以在这个动力没有消失之前 我觉得中国经济也不会坏到哪去 但是显然和邓江湖 实在过去那几十年相比 除了疫情之外 就是你当局采取的种种这种 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一些措施 已经造成了很很很强大的影响 所以和过去相比 那中国的情况那真是已经进入了一个很不美妙的状态 到底是这个样子 你觉得呢 你觉得现在中国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差的吗 你回头来吗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西方的媒体 包括中国自己的这个经济一些经济学界 一些这个一些企业界 这个也包括一些知识分子 都把今天的中国的这个经济表现出非常悲观的 这种一个论调 甚至认为呢 这个今天不是这个最糟糕的 相对于明天可能今天还是最好的 但是其实我刚刚听了三位的讲话呀 我似乎他们讲的每一句话我都是全部的赞成 其实中国的这个经济问题 首先是现在的这个清零 这样一个完全莫名其妙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政治的口号 政治的这个指引所造成的 不是说不要对付这个病毒 而不是采取这样一种政治化的 这个霸道式的强盗式的警察式的军队式的 这个对付这个病毒 如果是你能够正确的面对这个病毒 中国的经济马上就会恢复到正常的一种状况 现在的这个中国的GDP的这个增长 本来就是下滑是正常的 哪一个经济体会持续那么长时间可以高速发展 那只有中国 原因很简单 因为中国不仅是中国本身故意的贫困往上走 更重要的是中国加入了全球化的这个过程 很多的国家通过跟中国的这种合作关系 中国得到了巨大的这个经济的好处 如果对方很富 没关系 中国可以提高呢 提供这个廉价的这个产品 如果对方很穷 没关系 中国也跑过去投资 中国是这个全球化过程中间 它得到的好处 金金赐予这个美国 而且呢 中国虽然在过去几年 习近平那些政策 造成了对企业家的信心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很多的手段也是很粗暴很不合适 尤其是没有给这些企业家一个辩护的这个机会 但是要注意 习近平的过去的某一些打击的措施是正当的 是应该的 是因为权贵 就是商人和这个权利的这个交往 已经对中国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公平造成非常大的威胁 另外一个某一些产业确实需要这个调整 习近平的问题是没有给企业家机会 没有给企业家基本的权利 只有他的大棒 而没有呢 这个他们应有的得到的这个尊重 那么这样的话怎么办 是不是中国的经济就会没有企业家了呢 胡平先生讲的很对 对于极大多数的中国民众来讲 那一种情分那一种激进的追求 你是在日本看不到的 因为日本已经经过了富裕的成都 大家已经躺平了 起不来了 在台湾也是看不到的 台湾我跟赵平我们都很熟悉台湾 对吧 台湾的年轻人过一个小日子 他之所以满足了是因为台湾的经济 他恶不死人 他不会没有这个生存的危机 所以大家小缺心是有他基本的本钱的 对吧 因为有了这种本钱 这些地方的竞争力 很多国家是一样的 欧洲的国家 美国 没办法跟中国竞争 非洲 南美 还有东南亚 这些国家呢 各有各的优势 这个东南亚现在在迅速崛起 但是你要能够达到中国制造业那种完美的程度 完善的程度 那可真的是相差很远 更重要的是 中国具有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是 一 人口 二 劳动力 对吧 那么这个人口虽然是有老化的问题 但是它毕竟需要一个长时间的 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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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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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表现出来 虽然已经表现出了某一种危机 但是整体来讲 中国的内循环还没有真正表现出来 如果中国的内循环的消费的习惯 不仅是在吃和买房子 而且有更多元的这个消费的话 它同时对经济是有很大的刺激作用 而外循环几乎是在几年之内 不管那是郑开门喊啊叫啊唱啊 除非让他的国民日子过得更差 否则的话跟中国的经济根本不可能脱高 脱高就是自己上吊 而吊不死中国 中国它的这个市场还非常广泛 所以为什么欧洲那些国家愿意在人权方面跟美国站在一起 潜在中国的人权 但是在很多方面不是跟美国站在一起 是因为欧洲国家它不需要跟中国去增天下 对吧 它希望跟中国是得到了产品的延伸 得到中国的投资 得到中国的消费 对吧 你没有中国的某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意大利怎么办 德国怎么办 对吧 法国怎么办 那么很多国家 他们的经济利益已经跟中国连在一起 我认为疫情现在是 一个是卡在疫情 第二个是卡在习近平 习近平要想清楚 有一些道路是比较遥远的 不是在他15年 甚至他还要当20年或者15年就能解决的 比如说共同的置户 对吧 你中国那么的穷人 GDP还那么低 你就需要提出一个置户的口号出来 对不对 你能够不饿死就已经了不起了 能够用这个解决基本的健保 基本的生存条件 能够达到这一点 而不是通过简单的政治化去解决所谓的和平 而是从真正的这个福利制度来解决这个贫困 那就真的是了不起 至少在我的角度来讲 至少从我们看待的中国的历史和全世界的历史 我认为都是了不起的 你共同置户这个目标不早 另外一个是跟美国的前面的这个竞争 中国还差得很远 可能在某一些领域方面 中国可能会领先 但是你整体的技术的创新科技的力量 跟美国不相差的不是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习近平应该现实一点 不要中国梦做得那么大 现在首先不要做梦 先面对现实 只要面对现实 可能他就会醒过来 但是现在他陷入到了这个清零 我都不知道清零最终会怎么样 因为他达不到啊 对不对 因为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情 因为上帝都不能达到目标的 对吧 党也达不到 马克思也达不到 你把毛主席请不了也达不到啊 你怎么清零嘛 所以这个口号是谁滴出来的 这个人真是真正的反革命 真正的陷害了习近平 对吧 是不是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中国的经济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些企业家的失望是因为他们过去太容易挣钱了 哪里那么容易挣钱了 对不对 美国的房地产虽然有所上涨 但是你说冯盛平如果他同样的行为在上海 那冯盛平是十个亿了 对吧 在美国现在可能只有一个亿或者两个亿 那玩具不同的经济条件嘛 对吧 你在中国那种高速发展的经济条件 你稍微跑到美国来 到法拉圣或者到曼罕顿跑一下 你就出一个主意到中国去生产一个产品 你就可以发财啊 甚至你不要出什么主意啊 我的几个盆景跑到中国做神经没做神 但是买了几套房子啊 他就已经比我不知道都多少钱了 对不对 所以但是这个过程已经过去了 不是中国企业家的好日子过去了 是那一代的企业家过去了 而新的一代企业家 现在可能 是在躺平中间 或者在大学中间 不用担心 不仅仅只有韭菜 隔韭菜的人也在成长之中 好 谢谢 我插一句 我插一句 有一个就是说中国经济能够会不会向好 也很关键是服务行业的问题 由于这个这两年这个服务行业被 中央对这个商业平台 金融平台和交易平台的打压 这个服务行业遭到很大的打击 就是说至少是捡损很多 这才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很大一头 因为2020年的时候服务行业的占 占GDP的比重是55.8% 那是第一大产业 哎呀中国的第一大产业 如果服务行业这大快步不能恢复的话 那几乎就就中国经济就没救了 就是这个清零这种更让这个上海这个典型 西安也是 武汉就不说那是一个特例 就是整个服务行业被掐死了 那你这么经济怎么发展 这个也是现在社会这个就是说 公文化社会的一个特征 美国是70年代 80年代初以后就开始进入这个 这个服务行业占国民经济 比重的一大半叫三明治二 其实西方也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现代化精神的一个一个标志 中国也是 但是美国的服务业绝是经营服务业 绝是经营服务业 绝是经营服务业 这个我昨天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段 他在国内是经商 他说以前GDP中间有一块隐性的活力 中国是什么呢 就逃税那一部分 包括也是教培啊家庭啊一些洗脚啊那些 但是现在呢那部分呢都没了 无税可逃了 有一些呢像这个行业都被打掉了 所以如果就中国现在经济 真的要重新站起来的话 我觉得就几件事要做 就第一个我刚说善待资本 第二呢善待官员 像官员躺倒资本外逃 第三呢就要健全税收制度 第四呢就是要缓提共富的口号 或者是要谨慎的提这个口号 因为中国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调动一些因素吧 就是重新把中国经济这个发动机点起来 现在基本上是熄火状态 从国内他应该做的事 从国外呢就是理顺中美关系 其实跟西方的关系主要就是中美的关系 而这一点呢确实大外宣 是要重新整顿一下 就该怎么去做 就制造这么多的仇恨 就要限制民粹 尤其是左翼的民粹 这个也实际上也是一种挟持中央 或者说 这种造成中美之间 很多就是矛盾冲突 或者说那种误解的原因 这从中国方面 但是美国方面的恐怕问题就更大 因为美国他实际上是由官方主导的 在跟中国 他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美国现在两党在哪都谈不到一块 只要在对中国问题 就是你越极端票数越多 这是美国的问题 谢谢盛平 胡斌有没有要补充 没有 只是补充一句 就是刚才盛平谈到的 他说这个美国之音 他把美国之音跟这个中国大外宣相比 我觉得这个不恰当 因为首先你中国是没有言论自由 你我包括盛平 我们原来在国内的时候 也是听美国之音的 而且也从中获益不小 你不能说美国之音好像那时候是好 现在就是坏的 我真的觉得 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比现在好 就教英语 没有这么多 那时候也就播很多消息 有的是评论的 很多人也是因为听了美国人思想一遍反动的 不说这些了 因为基本区别就是一个地方有言论自由 一个地方没有言论自由 如果中国有了言论自由 美国之音他不会有对中国的广播的 他就无所谓了 所以他这个区别是个根本性的区别 好的 谢谢胡编和盛平 提到了美国之音的额外的话题 中国暂时停摆 暂时熄火 经济能不能够扭转上来 令中国经济所发展 还有美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 六月份的FED的公开市场操作文位 到底会不会继续在升息 我们会持续的观察 但最重要的今天这个月下半月 这个拜登总统的出访这个亚洲 还有跟亚洲这些国家跟东盟的 一些领袖的会议物 我们会持续来观察中国研究院 会继续来关注这些事情 当然上海跟北京的疫情 我们也会持续的请嘉宾 来跟我们做一个分析 到底北京的动态清零政策 以及刚才这个彭道提到的 在做法上面有一些变动的做法 是不是能够相容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中国研究院 感谢这个佛盛平先生 佛平先生 彭涛先生 还有何平先生 我还有感谢所有的观众 对我们的按赞分享和转发 我们中国研究院这一期 就到目前为止告一段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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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感谢您收看